我有小小兒子嗎? 那個 我之後非常是 我們未來讀書 我們不怕就是之後想要開始創業 可是這個創業呢 我們是開始在電子的建構當中 所以我想說就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如果大家不建議的話 可以之後就是盡量輸出 然後讓我們有更多的想法 然後我們未來就是目前都有想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 一開始我們是想不到的是生活 就是我們一開始想要是養生的餐品 然後它是養生或是健康的 然後這就是有點鬆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還可以就是 我怎麼將這個東西用不出來 因為我們也是想要體驗 體驗就是 一開始我們是想要體驗就是 整個創業的過程 就是從零到零這個過程 然後所以說我們就是先想說 那一個是我們大學生 大家都表明自己的 然後又好像就是沒有戶記自己的生活 那我們又想說 那怎樣才是好生活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樂國啊什麼 因為很多人就說 工作就是要拼死一火 所以我們就被疑惑 然後我們就想要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 所以我們 像我們餐廳不是總點 重點是我們希望獲得這樣的生活 然後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次創業 然後找到我們的生活的模式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 從那個健康課題開始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又 因為就是老師的介紹 我又認識的就是有一個金工的老師 金是金屬的金 然後我們後來就又發現 那老師推薦我們就是有一個日本的雜誌 這樣我可以發現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 它就是 像金屬是那個 治療 或是也不會是 它是日本會用金屬去打造它的叉菌 像管啊 碳池啊 筷子啊 叉子啊 什麼的 也可以用金屬去打造很多東西 然後 自然那個東西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我們想說用金屬 一般用的話不都是磁碗嗎 然後不然是 什麼的 陶瓷什麼的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應該玩 然後一些那個什麼 它物質的筷子是可以用金屬去打造的 所以如果我們上我們是 最後我們目前的想法是 我們希望是一個 兩次的餐廳 然後結合一些文創的東西 包括那裡有可能到 其實我們可以用自己手去打造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個餐廳的一些桌子 然後一些椅子 什麼東西可以讓 都是用我們 也因為執行太狗 我們先會要用自己靠我們自己的手去打造它 然後希望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創業 我們也可以再找出我們自己的生活物質 然後 那我們小小分享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有 我為什麼會一開始想要就是 跟我同學一起創業這個產業 有一種原因就是 在大學的時候 很多大學都會想說 自己到底 未來要做什麼 每個人都會疑惑 然後不然就是 尤其我也是財經系的 然後想說 難道我不然就是賺錢嗎 除了賺錢之外 我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 對 然後 所以說 之後我同學就是其實有提到這個 他也接受一些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也想說 我們想要少許多方向前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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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那接下來 謝謝大家